你好,我是折制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马门戏笼 我用的指标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把这个角往里折,对齐 刚才的折痕 这个角往里折,对齐折痕 展开一下 把两个边对折 只要压一下一半 压下面这一半 展开 这个往下折 对齐 只要压一半 展开 然后把这个往里折,对齐 这一半的折痕 压出折痕,压到这个折痕这里 展开 展开 这一侧也一样 对齐这个一半的折痕 压到这个折痕这里 展开 翻到背面 把这个角往上折 折向这个交叉点 眼中间 眼中间把它对折 右侧这个角 竖立起来 从中间 撑开 压平 下面两侧的边往里折 下面两侧的边往里折 把这个角往下折一下 然后 稍微撑开 把这个纸 翻出来 翻出来 这里 念起来 重新把它收好 这个部分撑开 压平 稍微撑开 左右两侧 按照折痕往里收 然后把这个部分 拉下来撑开压平 先把它拉开 把这个折痕捏起来 这一侧 这个折痕捏起来 然后 这个部分往里挤压 捏起来 往里挤压 这一侧也一样 两侧都捏起来 往里挤压 形成这样 把这个角放下来 压平 形成这样 翻到背面 把这个角往下折一下 从这个点这里开始 右侧这边对齐 展开 把它梳立起来 从中间撑开 从中间撑开 像这样放下来 然后 按照这个折痕往里挤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角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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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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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折痕压压进里面 再把这个角折上去 这一侧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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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往里折 展开 往里折一小段 然后放到背面 下面的边往里折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往里折 然后左右两侧 这个点 这个点往里折 然后左右两侧 这个点 这个点往里折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个往里折 距离上面流出一小段 然后把它对折 看下面这两个角分开 对折 这角往左折 再把它往右折 另侧面一样 这脚往右折 再把它往下折 然后这里撑开 距离这个点稍微靠左一点 把它撑开 然后把它挤到里面 形成这样 然后把这个小角往里挤压 压下去 这个小角往里挤压 稍微展开 把这个边往里折 折到这里 稍微展开一下 这个边往里折 把它折细 一直到左侧的这里 另一侧也一样 把它往里折 把它折细 收好 把这个往里折 把这个往里折 四个角都一样 这个往里折 这里把它从后面对折 然后这里跟着 压过去一小段 这侧也一样 这个从后面把它对折 相连的部分 跟着压进去 这个也一样 然后把它撑开 然后把它撑开 往后折 再往前折 再把它对折 收好 四个角都一样 调整一下 从后面把它撑开 往后折 再往前折 再把它收好 这侧也一样 这侧也一样 撑开 收好 这个角也一样 这个角往后折 这里大概折到中间 折横这里 这里 稍微高出这个一小段 这侧也一样 把它往里折 最后折 头部 往前 翻折 然后再把里面的纸层 拉出来一下 拉出来 收好 下面先收 上面再收 尖角稍微往里折 一小段 最后调整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这里松散的 可以把它粘一下 关注折着王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